大部分毛利族人基本的共識就是 毛利族人至少已經在紐西蘭居住2000年以上 是這塊土地原來的主人 所以英國政府當年是為了取得毛利人的認同 裁簽訂和平條約 毛利人理所當然的認為這份條約 是確保英國人再肯認毛利人本來就擁有獨立性跟主權 這是毛利人的看法跟毛利族人的基本論點 不過顯然白人並不這麼認為 到今天為止已經有68起有關懷黨議條約的訴願獲得解決 其中42起超過61%的爭端 的確就是在現任的國家黨政府任內解決的 選前國家黨的政治人物向毛利人承諾 說在2014年底也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 所有有關懷黨議條約的官司跟爭端一定全部要被解決 不過一般認為這是一個幾乎沒有辦法達成的選前承諾 而且就在今年的懷黨議日 總理John Key希望有些爭端可以拿錢來解決 1840年由英國皇室發動跟毛利人簽訂的懷黨議條約 簽約的雙方存在著嚴重的旗艦 進入20世紀大約30年前紐西蘭政府開始面對將近200年來有意 無意的錯誤翻譯而衍生出來的衝突 成立懷黨議法庭 專門受理毛利人控訴政府的官司 請大法官重新解讀條約的精神跟含義 2010年的10月紐西蘭最大的一個毛利之系Napuhi提出訴願 認為1840年當Napuhi的祖先前往懷黨議部落 簽訂懷黨議條約的時候 並沒有同意讓出Napuhi的主權 而且表示Napuhi對大批已經被政府征收的土地 依然享有土地權 這個舉動引起紐西蘭白人政權的嚴密關切 因為這起官司一旦由毛利人打贏 那幾乎就要撼動現行的紐西蘭的憲法 就在官司纏頌將近四年之後 總理Janky想要儘速解決爭端 拋出了以金錢補償毛利人損失的做法 在今年的2月6號 當清晨在聚會所的儀式結束之後 總理邀請大約150名政治人物吃早餐 其中包括Napuhi群的意見領袖也到現場 總理明白地說希望這個辦法可以加速解決有關Napuhi所提出的爭端 似乎這場早餐會不只要填飽與會者飢餓的肚子 還要滿足總理想要解決憲法爭端的渴望 Napuhi這個分布在紐西蘭北島最北端的毛利支系 大約擁有12萬2000人 Napuhi人表示在自己的土地上依然擁有自治政府 不過現在面對總理拋出的利多 Napuhi群內部開始產生不同的意見 Napuhi議會的主席表示 這根本就是政府的賄賂行為 同樣來自北島的Napuhi群的代表 也認為政府不應該這樣做 不過現在紐西蘭政府所設置的條約爭端解決部 態度更加強硬 這次紐西蘭總理之所以拋出 這樣的議題就是因為在過去幾年 Napuhi群內部出現兩派極端不同的意見 一方面有人堅持官司要繼續打 一方面有一派的人認為應該收手 這讓政府認為有機可乘 想要從中突破 認為在Napuhi內部至少有一半的立場 會支持政府的做法 所以提出要不就是打官司 毛利人有機會取回土地 要不就是收手 馬上就可以獲得政府賠償的現金 Napuhi群主要分布在紐西蘭的北方 這個血脈傳下來的人口 現在分布在紐西蘭北島的北端 來自這個群的頭目在1840年時都簽下外當一條約 包括這位原本一直反對跟白人簽約的Gawidi部落的頭目 就是來自Napuhi群分布的地區 最後依然因為部落族人的壓力簽下了條約 過去幾年 Napuhi提起訴訟 懷當一法庭認為 根據史學家的研究 許多毛利族的領導人在當年願意簽訂條約時的前提 就是絕對不會放棄對島嶼的主權 現在官司繼續打 預估聽證會還要持續四到六年 這將會是一場相當重要的判決 因為一旦法庭判決Napuhi順訴 那將會對紐西蘭目前由白人執政的政權帶來巨大的衝擊 因為幾乎可以預估 紐西蘭南北島的毛利族人將會如法炮製 要求把土地自然資源的主權全部都要回來 到目前為止 紐西蘭全國像Napuhi這樣對政府提出告訴的群 還有至少55到60個 但預估到今年底為止 恐怕只有大約12個群左右的爭端可以獲得解決 至於像Napuhi這樣幾乎直接挑戰紐西蘭憲法 政府認為幾乎要動搖國本的懷當一官司 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毛利人認為170年前自己的祖先 在跟白人簽約的時候 根本沒有同意讓渡 對南北島的主權 自己到今天為止 毛利人認為還是島嶼的主人 這場官司有得打 記者 烏拉斯卡洛 全體報導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